誰花絲莫 桃園市長鄭文燦詢問海童 如何分辨軟體海洋生物 因為這間巴德錦雲圖書館分館 正式以海洋教育藏書為特色 館內不僅有藻礁微型特展和海洋書展 裝潢也走海洋風 開館典禮上市長也扮成船長 宣告巴德區第三座圖書分館正式啟用 那這個圖書館有很多特色 它有兩部自動劍環書的系統 有這個兒童閱讀區 有老人的熱靈閱讀區 有漫畫區 有這個期刊區 那圖書館是用智慧圖書館的規格來建置 長書也有到達兩萬冊 兩萬冊的長書 那今天開展呢 我們用海洋文化海洋教育來開展 是用藻礁的微型展示 位在北景渝園區的景渝分館 設有樂林讀書空間 隱音觀賞區等 也特別區分上網區和讀書區 避免互相干擾 更特別的是設有了三間討論室 提供學子或民眾兼用開會 而二樓更有73席寬敞的自習室 並採用智慧系統線上定位和靜環書 方便民眾使用 大家都知道巴德的圖書館有一個新峰路的 舊的新峰分館 在中正堂有一個歷史建築的圖書館 但是我們這裡需要一個現代化的大型的圖書館 所以當時就決定設一個景雲分館 再加一個巴德色宅分館 巴德色宅又要蓋個五百坪的 所以我們巴德一口氣有四個圖書館 目前錦雲分館將試營運一個月 民眾可正常借還書 開放時間為週一到週六的 上午九點到下午五點 歡迎巴德鄉親們多加利用 記者劉宇婷 旁邊報導